奥多姆又捅娄子,被传身也带恩女回家怒喷谣言,老子EV6好吗?近日,美国花边媒体Pegasics曝出重磅消息,前胡人球员奥多姆疑似在买阿密夜店与恩女共欢,结果,此事一出引发巨大争议,而奥多姆本人也非常不满,怒对Pegasics胡编乱造,奥多姆晒出了这张再一次他沉迷别变的照片,并ategasics回击道, 如果你没有亲眼看到,或者亲耳听到,不要用你的小思想编造出来,然后用你的大嘴巴分享出来,下一次你们报道我的时候,请确保让你的信人学会如何算数,下一次,当你们好奇有多少女人坐在我桌上的时候,可以私信我,不是三个或者四个,应该是六个,按照此前这家八卦媒体的说法, 纽约当地时间周五凌晨1点30分左右,奥多姆现身StoryMart Club脱衣舞俱乐部,据消息人士透露,奥多姆抵达该俱乐部后,直奔一张坐了多名漂亮女子的私人餐桌,在不停地跳舞和喝酒之后,大概在凌晨3点30分,喝醉的奥多姆离开了俱乐部,同时带走了三至四名女子, 奥多姆巅峰的时候被誉为是左手魔术师,当年也是快传热祸的核心人物之一,然而迷烂的私生活几乎将他毁掉,每次有他的新闻,往往都和夜变有关,最著名的一次,当属在内发达的一家妓院里,鲜些因过度刻要丧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